說到陸戰通常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高大上的獨立戰車 不管是德國的鮑二、美國的愛布蘭或是俄國的T90 都可以說是代表一國陸軍戰力的主要裝備 但是在戰場上陸軍的中流砥柱卻是不起眼的各式運兵車 這些車輛在火力、裝甲上都沒有主戰車來的驚人 但是卻擔當起不可或缺的後勤以及戰鬥角色 台灣的陸軍裝備因為經費的不足以及其他科研能力的限制 所以新裝備的推出速度遠比中美來的慢 然而雲爆甲車的出現告訴民眾我們還是有能力做出符合戰場要求的現代裝甲車 以目前的國防需求將性能的雲爆作為運兵車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就如同其他國家的裝甲車一樣 雲爆有非常多的升級空間等著中科院去研發 又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雲爆甲車 同時討論未來有可能的發展方向 記得幫我們訂閱讓更多人重視我們的國防 1970年代陸軍的主要輪型甲車是由凱迪拉克生產的V150輕型裝甲車 在公路設施逐漸完善的90年代 陸軍對輪式甲車的需求越來越高 所以才會有1992年推出的CM31六輪輪式甲車 其實看向現在大多數的運兵車從俄國的BTR90到美國的史萃克 都是八輪的設計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八輪的仇載能力更強 越野能力更好 可以升級的空間也更大 生存能力更好 也可以使用更小的輪子來增加車內的車體空間 再加上當初CM31的煞車有嚴重的問題沒有辦法量產 所以才會在吸收了CM31的經驗之後 冰枕中心於2002年完成八輪甲車的原型車 目前的規劃會生產接近700輛的雲爆 記得這個數字之後會提到 主要身為運兵車的雲爆 首要目標就是在運送部隊的過程中 一定程度的保護部隊的安全 機體雲爆在裝上陶瓷複合裝甲之後 正面可以抵擋25毫米穿甲彈的打擊 車身側後可以防禦12.7毫米重型機槍 以及155毫米砲彈碎片的擊穿 車內以凱富樂泉舟包覆 可以保護車組員以及車內裝備 那身為輪車機動性肯定是重中之重 雲爆裝備C12才有引擎 馬力輸出為450匹 比史萃克的350匹還要再多100匹 但是因為雲爆本身比史萃克還要再重5盾 所以推重比差不多 雲爆採動力包的方式設計 可以整個動力包調出來更換維修 而且裝備米其林的軍用輪胎 可以在爆胎之後繼續以30公里速度行駛 車內也有冷氣提供部隊更好的作戰環境 然而要改進的地方還是很多 像是最為人詬病的轉彎半徑 目前第二代雲爆樣車就有所改進 從原本的六輪轉向改成八輪轉向 並且從原本的機械式二軸轉向改成電控式三軸轉向 二代也讓車身側面改成空心氣形裝甲 裝備環景攝影機以及新的LED尾燈增加妥善率 當然有這樣的車體純粹當運兵車就太浪費了 所以在未來的研發計畫中 外購ATK公司的30毫米鏈炮 這門炮基本上就是Mk.44 Bushmaster II 但要選擇上與A10的GAU-8共用 2000米的穿身達到110毫米 同時可以裝備可編程高爆彈 打擊掩體後面的步兵單位 或是要打兩棲戰車一點問題也沒有 你知道還有什麼與A10的機砲一樣致命嗎? 當然就是網路病毒 我們再次接到我們的老朋友Surfshark VPN的業配啦 這邊不只要謝謝Surfshark VPN的支援 同時也要感謝Surfshark保護自己網路安全的觀眾們 你們努力保護自己的網路隱私 還可以支持我們做更好的影片 真的是一舉兩得 如果你也想要保護你自己的網路隱私 不會莫名其妙的各自被偷去做步伐勾當 如果你也想要解鎖有區域限制的影片 享受真正的網路自由 不會綁手綁腳 那你可以來考慮不僅價格親民 而且可以在手機平板電腦各種裝置中 輕鬆切換的Surfshark VPN 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選擇加購套餐Surfshark 1 其中提供Surfshark Antivirus 網路防毒軟體 Surfshark Search 杜絕針對性廣告 還有Surfshark Alert 守護你的電郵帳戶信用卡 以及個人資訊 讓你在網路上搜尋的時候 並不會因為你所在的地區 以及你先前的搜尋結果 而跑出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廣告 而且還有30天的退款保證 現在就用我的專屬Surfshark VPN連結 或是輸入優惠碼DBS 享受1.7折的優惠 訂購兩年方案 再另外送你免費3個月 裝上30毫米機炮的雲爆 大幅度強化了作戰性能 也被定型為CM34步兵戰車 而其他型號還包含 120毫米以及81毫米的破炮車版本 裝備半自動車載破擊炮 可以在短時間內切換不同的口徑 達到作戰需求 破擊炮車目前以模組化方式設計 原本只能裝上81毫米破炮 現在可以依據任務需求換裝120毫米破擊炮 同時因為裝備彈道計算機 以及GPS定位 可以有效的提升打擊的精準度 先前有提到可能會與 歐洲先進破擊炮系統聯合研發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AMOS雙破擊炮系統 AMOS為雙炮射擊 現在已經裝備在輪式甲車 步兵戰車以及冰海戰鬥艇上 以每分鐘12秒的射速 運用射控電腦以及MRSI同時彈灼技術 讓炮彈同時命中目標 降低敵人的反應時間 確保一輪騎射 就可以讓敵方步兵消失在戰場上 除此之外就是極低的反應時間 在射擊之後只需要30秒 就可以完成陣地轉移 並準備開始下一輪的射擊 那我們有可能取得這套系統嗎? 目前看起來難度很高 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價格 光是這套破擊炮系統 又比雲爆本身的價格高出數十倍 我們裝備五六台一般的120毫米破擊炮車的價格 都遠遠比AMOS來的便宜 這代表我們只能走自行研發的路 國防部一直以來都在研發破擊炮砲塔 以及後堂自動裝填機 我個人認為砲塔的研發 以及精確導引 是目前最為急迫的下階段研發目標 烏克蘭向我們證明了 精確導引彈藥在現代戰場上變態的性能 目前依據國防部的計畫 要讓機部旅全部裝備120毫米破砲車 步兵以及特戰單位裝備81毫米破砲車 在雲爆的車體因為價格真心便宜 所以任何優秀的武器載台 都可以大量裝備 再怎麼盡量的武器 數量只要不夠 在這場上就很難發揮作用 炮車的部分 目前計畫要裝上低躺壓的 105毫米戰車砲 來強化聯兵營的反戰車能力 同時依靠輪式甲車的高機動性 可以使用台灣的交通網路快速穿插在戰場上 原本的設計性能要求是直接上120毫米砲 但是難度真的太高 現在基本上確定會是105毫米砲 目前規劃在今年完成戰術評測 預計在接下來的幾年中 達到初始作戰能力進入量產 但很有趣的是 一般的步兵戰車在裝上戰車砲之前 通常會先裝上反戰車飛彈 現在市場上有許多單兵攜帶的反戰車飛彈 要整合到步兵戰車上 基本上沒有技術難度 以美國的CROSS無人遙控武器系統 把標槍飛彈直接裝在.50機槍的右側 就可以用最快的方式達到具備基礎的反戰車能力 而且台灣已經裝備標槍多年 所以後勤上的問題也不大 要使用老式的托勢也不是不行 但是既然是新的載台 身為軍迷當然會希望可以裝上新的反戰車飛彈 除了比較有可能 而且已經實裝在史萃克上的地獄火之外 其實法國的ACON MP反戰車飛彈的設計也可以考慮 ACON不只有射後不理還有試劇外打擊能力 只要大概知道敵方單位的方向 就可以躲在掩體後面發射飛彈到目標區上空再進行鎖定 基本上就是穿甲能力超群的彈簧刀 使用串連彈頭 穿身可以達到1000毫米RHA 以及2米的混凝土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以後可以再做影片來聊聊反戰車飛彈的未來趨勢 我時常會聽到很多人說台灣的武器這麼爛 自己做不出來又要跟美國買舊武器 先不說這句話本身草點就很多 我覺得這樣的講法對台灣的科研人員是非常不公平的 這就很像很多家長會逼迫小孩子考上第一志願 但是自己在念書的時候可能連功力都考不上 國產武器的確有很多可以進步的空間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拿來比較的對象是中美將經濟體比我們大數十倍的超級強國 講難聽一點 你想要國產武器同樣先進 那請你先從繳穗繳的跟美國人一樣多開始 同時取消全民健保 並且放緩政府機關的效率50% 這很明顯都是大家不願意做的 所以人民強國家才會強 畢竟政府以及軍隊還是由人民組成的 永遠把政府和軍隊放在對立面罵 對國家幫助不大 除了坐在電視機前面罵政府之外 你可以選擇在下次選舉時 多花一點時間研究你選區的立委 過去的出席率是多少 可以花點時間了解這些候選人是否有認真監督政府 質詢是為了曝光率在立法院打架 還是認真準備資料 真正努力在改善國軍的困境 提供部隊更好的環境 還是為了選票干擾部隊的運作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職業軍人 請記住這些基層部隊正在用生命保護你的安全 儘管你可能會對國防的發展方向不滿 或是對國軍的決策有意見 但是這都不代表國軍沒有犧牲自己的休閒時間來戰哨出勤 無論你的政治立場 善待國軍弟兄你不會少一塊肉 但是對他們來說會更有動力來強化國防 也可以讓未來的招募更為順利 國軍有更優秀的人才改革才會順利 總結來說雲豹身為國道裝甲車要大量生產難度並不高 也因為這個原因可以把數量拉高到700多台 量越大單位價格越低 也代表未來可以選擇的升級種類更為豐富 相較於數量較少的精銳武器 雲豹在部隊中的重要程度完全不會輸給艾布蘭 我們在過去的各大戰爭中就會發現精銳武器在怎麼出風頭 後面沒有其他裝備支撐整個部隊的運作 作戰根本打不下去 這也是為什麼457再強T14再猛 對戰場的影響力都還是微乎其微 如果未來的雲豹可以把產量加上去 不只可以讓基層部隊的機動性更好 戰場轉移的效率更高 同時提供步兵單位更強大的火力支援 現在裝備的30毫米機炮可以輕鬆對付兩棲戰車 既然反戰車飛彈的裝備難度並不高 沒有理由不讓雲豹上標槍或是托式飛彈 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讓雲豹有基本的防空能力打擊敵方的激將部隊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專注在反周波 但是卻忽略大規模激將的可能性 儘管激將的難度一點也不會輸給搶灘 但是立體作戰的打擊方式 國軍並沒有很好的應對措施 同時也不像是搶灘地點數量不多 也早已被摸透 激將作戰可以打擊的點幾乎要覆蓋全島 這時候如果部署在台灣各地的雲豹 具備基本的防空能力 就可以強化自要防線的反擊能力 加上現在數量越來越多的無人機 也才有對應的能力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